第18题 以至xyz均为存物质 x的分子量为12 y的分子量为6 化学反应是x加2y产生3z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z是x跟y结合而成的 所以z一定是化合物 x跟y可以是元素 也可以是化合物 所以呢选项诸是对的 至于他问我们说的分子量跟质量的结合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课本所教的 写出我们的方程式x加2y产生3z 所以我们就晓得 他的莫尔关系是1莫尔 加上2莫尔会产生3莫尔 那么质量关系呢 莫尔要换成质量要乘以原质量或分子量 x的分子量12 所以1莫尔乘以12就是12克 那y的分子量是6 所以2莫尔乘以6就是12克 那么这样就会变成我的3z 那么3呢就3乘以分子量不知道 要等于几公克呢 根据质量守恒 反应前的总质量等于反应后的总质量 我们的反应前的总质量x12克 然后y是12克就是24克 所以3乘以我们这个东西呢 我们的分子量就会是24除以3就是8 所以呢我们的z的分子量就是8 所以选项a呢是对的 那么至于这边看到这里有12克加12克 这里会产生24克 所以如果这里是1公克12分之1 这里是1公克也是12分之1 那么这12分之又是2公克 所以1公克的x加1公克的y会产生2公克的z 所以选项c呢也是对的 那么只有选项b是错的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1公克s和2公克y 可完全反应生成3公克z 1公克的设计